今年中国大陆最重要就是 汽车已经遥遥领先了 它的汽车呢 你可以看到光11月出口呢 就441.2万辆 如果12月又40万辆的话 就会来到480万辆 等于就是超过的日本了 共同社就说 2023年中国大陆汽车出口 就会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的第一名 好 汽车这次太强了 那尤其呢 这个中国大陆网友还说 再不努力工作 以后只能开奔驰跟宝马啦 因为中国大陆的国产车定价好贵啊 比如说未来80万 问借呢50万 真的是要好好的赚钱啊 另外再来看到是呢 现在还有呢 韩国媒体也说 说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 接连呢 有一些相关的 他们去研发电动车嘛 比如说小米啦 跟华为等等的 拉开了跟苹果的差距 那苹果汽车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上市呢 遥遥无奇 说2026年吗 那说到了华为啊 那有一个重磅消息啊 华为轮值董事长说 2023年收入超过了 7000亿人民币 2022年是6420亿元 所以它是增加了 华为日报就说 它其实 2023年收入还增长大概9% 反映在美国制裁多年之后 正在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那更别说呢 晶片的这一块呢 现在也被讲说什么呢 也许 中国大陆可能会在怎么样呢 在那个晶片上呢 在封装的这一块 能够有可能 弯道超车 这个华为明年营收一定会更多啦 2024年 对啦 因为它的营收的 它那个手机 8月29号才公布了嘛 所以还早嘛 是 所以事实上今年你只看到它 要四个月的营收啊 那明年各种消费产品 而且还听说它要推出那个 MR的装置嘛 Mixed Reality 眼镜的那个 对对对 那那个不是只有眼镜 也包括手机啊 OK 反正 这我很难形容啊 反正你就是会把外面的 真正的东西跟虚拟的东西 把它合在一起 是 虚实结合 对那 这个 所以那个不用担心啊 它自然会找到它的出路啦 不过就是 我们郑元凶永远都做 比较伟大的期待 就希望它好好的去发展晶片 不要老是 不要一直坐车 想从消费财里面赚钱 对嘛 深深的期待 对深深的期待 那中国大陆的汽车 这个一发不可收拾了啦 一发不可收拾 它有各式各样的车啦 它的车已经开始 你可以看到它开始有产生不同级别 不同价位 那不同功能 那各式各样的车就开始出现了 对 这个一旦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哦 事实上有人认为 我前一阵子我记得我跟你讲过嘛 说那个中国的汽车同业工会 本来认为大概到了2030出口可以有800万辆嘛 对 它现在上调了 所以可能是1000万辆 出口1000万辆 对啊 很惊人 我们现在都已经 现在都已经480了啊 480 明年搞不好就600了 哎呦 400变600很多 这有什么稀奇 俄罗斯76 搞不好就变成150啊 这要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有调论过 前一到十个月 中国大陆出口到俄罗斯 是73.6万 是啊 那你去想嘛 因为俄罗斯人口是1亿多耶 那它如果开惯了你的车 买中国车买个三四百万辆 就有什么稀奇呢 那真的是大补充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它就一发不可收拾啦 然后贵的车你不要买啊 小朋友去买海豚 对 性价比很高啊 海豚人民币才12万 对不对 所以不要好高五元 我第一 我第一个房子也是买在中和 知道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 中国大陆这个崛起之后 这个汽车这个行业 恐怕 没有人追得上 德国跟日本 我认为韩国已经 已经被打掉了啦 对啦 那日本现在正在估量它的损失啦 因为 日本它本来 汽车是不太愿意让人家进口 而且 它的进口车大概只占 整个市场大概只有10% 是 就没有办法打败日本车啦 那 比亚迪搞不好会创了第一个先例 你说到日本去 对 在日本市场卖车 因为日本没有这种车嘛 对啊 这很现实嘛 其实电动车那个公车这一块 其实已经打入了 那个 那个比较少人在谈 对啦 都是谈一般个人车 你讲的是一般的 都谈个人车啦 对 我认为它恐怕是无人可挡 那德国搞不好到最后真的 连那个 福斯啊 那个国民车啊 都会必须跟中国大陆合作 到一定程度 恐怕没有办法 它单独来出车来跟中国竞争 变成合资 变成合资 有可能 不是让国际上的汽车企业成为这样 很多都合资了 就是说未来可能德国 纯种的车就是最高级的车 就变成这样 那意思就是 中上价位以下的就被中国整个 并购 洗成红海这样 对有可能 洗成红海 就你很难跟它竞争嘛 事实上我认为中国大陆有一些制造业 很可能都会有类似的现象 事实上以前就 以前就出现过电器啊 手机啊 你之前说海耳嘛 对吗 对啊 电器嘛 手机嘛 还有 还有啊 还有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中间材 像太阳能模组啊 对 还有成熟制成的晶片啊 对 它的可怕的能量就在这里 就是 它一旦开始大量成型的时候 那几乎没有对手 所以各国的工业产值开始 占比就会开始变少 那中国大陆就又开始扩大 它目前大概是占全世界工业产品的百分之二十九 二十九 也很大啦 那你说未来会怎么样 未来可能会冲到五十啊 就是工业制成中国大陆也有可能会来到五十 全世界 当然在十年以后啦 那也很快啦 因为它进入一个领域人家就抖光啊 它就一直占比就越来越大 是是是 那也没有人做得过你啊 对 可是 可是也找不到其他方法来做制衡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啦 你制造业这一块就是中国制造 现在是夭夭领先 你要取代别人 你要叫印度吗 你要叫越南吗 都是不可 而且它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在成型啊 对 比如说它也在机器人化 对 然后性价比因为内卷嘛 所以就越来越便宜 生产聚落都在国内啊 是是 所以呢亮哥就说 我自己做的性价比就比你高 但是呢西方只有一套逻辑说 你补贴 你不公平待遇 我要对你翻补贴调查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抗 词赏感情细胞 词赏感情细胞 感谢观看